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苏扬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跟你分享的文章来自 星言说 这段泰国视频刷爆朋友圈 你的一句话 可以杀死一个人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网络上总有一群人 火力极强 攻击性爆棚 他们攻占各大新闻热点 指点江山 一份填膺 变身当代大批评家 躲在键盘背后 各种狂喷 但他们不知道 自己随便的一句话 也许会杀死一个陌生人 泰国有一个视频 曾经刷爆朋友圈 视频前半段 一个大姐大范儿的老板娘 冲进菜市场 气势汹汹地教训摊主 打扫卫生 催租金赶租客 甚至摔东西 暴力抢走商贩 破口大骂等等 有人看到这一幕 录下来发到网上 然后舆论发酵 各种放大细节 揣测事实 各种诅咒唾骂 恨不得让他赶紧去死 还有好事者 人肉出老板娘菜市场的地址 呼吁大家永远别去 让他倒闭 后来 如众人所愿 老板娘的菜市场 一天比一天冷清 于是 所有人都觉得 大快人心 觉得自己是正义之士 然而 没有人知道真相 看到视频的后半段 我们才发现 真实的情况是 老板娘要求菜场干净 是希望更多人光顾菜场 好照顾摊贩的生意 搬走商贩的东西 是看他带孩子不容易 自己买下了他全部的商品 摔秤 是因为那个人欺诈 因为他总缺筋短两 抬走商贩 是看到他犯病 把他抬到了僻静的地方休息 一切的一切都是误解 那个看起来凶神恶煞的老板娘 其实是赏罚分明 颇有善心的人 视频的最后 有一行字 打开你的头脑 用智慧 看见没看见的事 说得多好啊 而用智慧去看事情 太难了 前两天看奇葩说 又提到关于键盘侠的话题 陈明老师说的那段话 特别扎心 儿童节那天 自己在家里 跟女儿拍了张自拍 然后发了一个 六一儿童节快乐的微博 本来心情很好 结果他看到一条留言 这个孩子真的丑得 湖北村货的基因 没差了 当过父母的人肯定懂 看到这样的言论 第一反应就是炸了 是的 那个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那么那么温和的陈明老师 也瞬间怒了 他想要骂回去 想要拿起手机回应 你他妈骂谁呢 他举的这个例子 想说明什么呢 是想说键盘侠是一种极其容易传染的情绪状态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网络上遇到一个键盘侠 很多时候你离变成键盘侠也许不远了 你凭什么在我这里满嘴喷粪 说得那么难听 我必须怼回去 家人孩子是我的底线 嘴贱的人 我凭什么忍你呀 被骂 骂回去 你讨厌他 然后你也成为他 最后恶性循环 这些负能量就会不断扩大 键盘侠的威力 就像一滩不停扩大的污水 稍不小心 我们就会被拉下去 我想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如果有人说 键盘侠是侠 网络舆论自由不可撼动 我第一个不同意 就像陈明老师说的 一个人 只有温暖纯凉了 才能谈爱与自由 否则 多少罪恶 假自由之谜 看了这期节目 特别想对那些键盘侠说一句 请别打着 言论自由的旗号 给自己嘴上贴金了 我们倡导言论自由 而不是散播谣言的自由 前几天 女艺人唐一新 被传和经纪人的绯闻 上了热搜 新闻写得有鼻子有眼 此前 她一直和唐若云 以恩爱情侣的人设出现 于是大众不乐意了 很多人跑到微博下面喷 一看这个女人面相就不老实 不会是第二个马容吧 还有人扒出 她之前和吴秀波的亲密举动 马后炮一样 我当时就觉得 她俩有问题 此后 唐一新方面 发布了谴责造谣的严正声明 看到了澄清声明 一堆人又开始说 一看那个贾川 就是男闺蜜嘛 我就说 不可能是恋人关系啊 唐一新 是被人陷害了吧 舆论风向 瞬间又变了个样 男友张若云 转发了澄清微博 她转发时 用到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好 谣言世家的子弟 是以谣言杀人 也以谣言被杀的 一个小招贴 贴在电线杆子上 是啪一瞬间的事 想要接掉 却非常困难 同样的 散布一个谣言 随便喊一句话 随便转发一个帖子 这些不过是 无心之举 或举手之劳 可是谣言一旦传播开来 小辟谣 却是难上加难 需要付出十倍 百倍的努力 而很多人 根本没有自己的 思考和判断 他们只是为了喷而喷 为了抢热点而抢热点 就好比 当年在微博下面 为唐一新张若云的 甜蜜爱情 叫好的是他们 后来在微博评论里 高喊不相信爱情 求点赞的 还是他们 很多时候 杀死一个普通人 键盘侠的一句话 就够了 前一阵子 那个四川女医生 因不堪网络压力 而自杀的新闻 现在还历历在目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开始 有微博爆料 得扬一位女子 在游泳时被撞到 其丈夫 在泳池中打小孩 网友看到这则新闻 纷纷谩骂指责 还有人专门挖出了 男子税务局 公务人员的身份 在网络上引起 更加持续的 发酵和愤怒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泳池事件的真相 泳池里13岁的男孩 因为身体上 对女医生有所冒犯 于是女医生和丈夫 要求他们道歉 但男孩不但不听 反而朝女医生 吐口水 这时候 丈夫才生气地 打了男孩 在事情结束后 双方报警 女医生的丈夫 给孩子道了歉 结果孩子的家长 却不依不饶 闹到医生单位去 要求领导 开除女医生 现实的压力 加上网络上 不明真相网友的 不断谩骂 女医生的情绪 终于彻底崩塌 不堪压力 选择了结束生命 网络这边的你 一句话 看似无足轻重 却足以摧毁一个人 而更可怕 更让人无语的是 真相被爆出来后 又有一大堆网友 开始为医生惋惜 开始抨击小孩的行为 那两个孩子 可以人肉出来掐死吗 把熊孩子拉去祭天吧 医生太可怜了 建议对孩子 网络暴力一下 让他们感受一下 我不知道 发出这些文字的人 和之前抨击女